今天進行的單元是游離曲 有請我們的成哥出場 志一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你幹嘛要突然停頓啊 有什麼問題嗎 你也許會覺得你的壓力比較大 對不對 因為你要主導一切啊 好像責任都在你身上 但我在介紹這本書之前 我就要先告訴你 這是大家一般人的錯覺 這是真的做過實證研究的事情 所以在工作當中 我們希望壓力少一點的話 就把主管通通都拿掉 這句話是你講的 我是按照你的路數 你好像今天要開什麼會啊 所以你今天好像有點攻擊性 好啦我們趕快來介紹今天這本書 是啊 剛剛前面都可以把它剪掉 剪掉 今天這本書呢 一開始看到書名的時候 我相信包括志一在內 都會覺得這到底什麼書啊 好有學問喔 破梯效益 對 它指的就是我們一個社會 就好像一個階梯一樣 我們這本書 其實根本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呢 他要探討的就是 在一個社會裡面 當這種階梯 形成一個社會 不均等的狀況 而這種不均等 不平等的狀況 往往就是起源於 人跟人之間的比較 所以就叫做人比人呢 氣死人 這個統一發票呢 中了200塊錢 然後我就興高采烈的 這個去領獎了 就沒想到我要下車以前呢 志一跟我講 哎呀我這個月呢 難得沒有中 我就覺得這200塊 根本就不值錢了 你知道這就是這種比較的心理 但是後來呢 聽到王文欣講 他說他幾乎沒中過 好啦怎麼樣送給聽眾朋友呢 那就請大家來評估一下 自己去看 在社會階梯裡面的什麼階層 為什麼 你會怎麼評估自己 好 那我們上個禮拜呢 書的題目就是 你人生當中碰到了 什麼樣的挫折 15度的勇敢 對對對 希望大家還是要勇敢一點 好來 得獎 掉出來了 太多了吧 哇你看 多我的錢有這麼多就好了 來來來 得獎的是小雨丁 恭喜小雨丁 小雨丁 現在很少有挫折感了 只是在十幾二十歲那個年紀裡 常常會感到迷惘 很多理想不敢跨出那一步 CCISAR目前還沒有 哇你真的太幸福了 對啊 但是未來要擔心了 哈哈哈